哦,来微博音乐盛典啊,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,因为每一年都来,所以特别的熟悉,然后也有一种很亲切很温馨的感觉,更像是一场跟老朋友的聚会,因为每次来都能遇到很多好朋友。 好,那我们今天呢,有一个任务交给你,就是你要在后面抽取一个你今天的派对搭子,新朋友,跟他完成一个任务,先抽出你的搭子是谁。 好。 在后方,对。 这是抽吗?我摸到一只手。 哎,等一下啊。 来,粉红哥,给我们看一下名单是。 我抽到一只酒杯。 名字藏在我们的酒杯里。 好,名字藏在酒杯里。 是的。 哎,我抽到了吴克群先生。 克群哥。 对。 之前跟克群哥有过工作上的接触和交流吗? 音乐上。 我想一想啊。 我有点忘了,但是我们是认识的。 是认识的。 还有可以看,跟认识的哥哥要完成什么任务,旁边按一下你的任务按钮。 啊,抽到什么就是什么了,是吧? 是呗。 哈哈哈。 挺吓人啊。 但是怎么完成任务,文文可以自己决定。 我的任务卡是。 元气大冒险,元气一天,从音乐开始。 请跟随节奏,躍动直面挑战,为你的派对搭子送上惊喜。 我没读懂。 那我们这个有几个参考的方向,文文可以参考一下。 比如说,你可以跟哥哥完成一个合照的任务,很简单了。 元气满满的合照,也可以在之后跟他连麦直播,做一场直播。 或者是待会在现场发微博,为他设计一个热搜话题词,考验你设计热搜话题词的能力。 我觉得合照吧,合照要简单点。 最简单的是吧。 那我们写个关键词,就叫元气满满的合照。 可以。 好的,那交给你了。 好的。 那我们期待两位的合照。 好的。 谢谢文文,可以在旁边。 他好多新歌。 那是。 到底是个狼人还是个狠人呢? 都是。 不挑,不分。 在我们的唱片上,刘明。 在墙上找到一个专属的位置,合影留念。 我觉得余文文真的是这些年在音乐的路上一直在突破自己。 而且,其实喜欢她的朋友都知道,她的内心其实是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的。 对。 是跟她酷萨的外表和曲风有着反差萌的。 对,时不时就看哪个身份冒出来。 那今年呢,我们发表的个人原创单曲《狼人已读不回》。 以及担任制作人的第五张个人创作专辑《天蝎座》也是即将上线了。 等一下。 还有我们的全国巡回演唱会也要马上和大家见面,是不是? 一定要多多关注起来。 你先拍照啊,拍照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 来,在这儿。 哇,好好看这身。 她每次登台啊,服装都有一点玄妙。 今天这一身呢,我虽然可能会被扣钱,因为我要用一个谐音梗。 你说。 好像Gentleman。 Gentleman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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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ntleman,肩头啊。 你这个。 你有这个肩头吗? Gentleman。 主要因为我肩窄,所以呢,我宽度比不过人家,所以我今天就拼个高度。 特别棒。 原来如此。 你看,肩头。 这时多发微博。 肩头人。 我给你想好了,今儿这个穿大叫肩头人,好不好。 肩头人。 再次欢迎,玩得开心。 哎呀,真开心哦。 你看旁边慈禧比拂的好美。